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与凤行》剧组的主演 林更新导演邓科 来到我们的主播间 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邓科 欢迎两位 我感觉邓科导演 被林更新带的 就都挺喜剧的感觉 这是一部 《与凤行》是一部喜剧吗 对 带有清洗的风格 它肯定是喜剧 为什么呢 你一眼也得是喜剧 这个人就很有趣 对 你看他这个 可能不会觉得有这个怎么样 但他倒戏的时候 他还想到无数的点子 是吧 就是天马行空 主要能跟林更新和赵令 也能玩起来 大家就能创作出很多的火花 拍这种过去古代 年代的这种作品的时候 就是可以天马行空 就是想象力可以比较驰骋 是吧 就是有别于其他的 这种东方传奇故事吧 对 对 相对来说可以跟 加了一些这种喜剧的元素 对 是 我刚才看那个片段 就是我觉得林更新 可能因为你无论参加综艺 和视频中给人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冷峻小生 现在觉得你是个喜剧校将 确实很有意思 我一看到他就会觉得 就好像有点跑偏了 拿到剧本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整场戏 你不觉得它是有 这个搞笑成分的 但邓克导演是每一次 走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些惊喜 他说我们可以加一点这种元素在里面 我说那很不错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场戏 怎么能把这种平常的戏 因为今儿咱俩刚才也见面聊了 说很多戏里面 爱玉也知道拍戏 那不是每一场都会很出彩 很精彩 那他就把一些比较平淡的这种过场戏 也加了一些东西 那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对 邓克导演是在拍这个戏之前 就已经决定把它做成一个 清洗剧的概念了 对吗 还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还是因为看见林更新 对 主要还是因为有林更新跟赵丽 因为初次见面 我们大家聊得非常的投机 然后对很多的一些表现手法 一些想表达的也都非常的认同 所以我们就更敢于在现场去尝试 在场上两位演员的演技又非常精湛 但每每提出一些要求 他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完成 这就给我很多信心 对 然后也看到就是林哥 其实是第二次跟我们的赵丽颖老师合作 就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或者说感受吗 这个时隔多年再合作的话 我觉得首先两个人都相对比较成熟 那这一次林颖的身份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跟之前我们都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这一次 而且隔了太久了 对 跟导演也是 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 我觉得可以碰撞出火花 可以去商讨或怎么样 你觉得跟丽颖的再度合作 它的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首先还是那么的漂亮 就是没变 好话得说钱 我觉得多了一份责任感 感觉出来了 多了一份责任感 而且这次丽颖还是兼致 是吧 对 有没有好好监制你 说严肃点 不是 治我了 那觉得哥现在变化呢 他就更成熟了 然后也更幽默 那哪成熟 他就是个大男孩吗 我觉得他还是那种感觉 但他这次在现场 会给你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不同的戏 他会给你更多的层次 这个是让我们很惊喜的 而且我们很敢去玩一些东西 比如说玩了哪些 在以往这种题材的作品当中 不太会去尝试的 其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部剧 在刚开始的前两集 赵丽颖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是以一个动画的 小凤凰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我们前两集的时候 很像在制作一个 真人跟动画版的剧集的感觉 然后林根兴也要面对 一个绿色的那种道具 在无实物的表演 有体验 对 其实表演难度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前期 我们三个就一会儿 会去商量这个动画形象 应该怎么去表演 然后丽颖怎么给他配音 然后林根兴怎么去 给一个反馈 所以就沟通的很紧密 然后也很有趣 就等于前面 他是先无实物表演 对 后面真人才出现 是的 应该加一句 前两集 我都你等得好苦 他就是从一个小凤凰 蜕变成了一个人类 对 这个过程 还有点挺神话的 这种色彩 对 东方传奇 而且就是我记得以前 我们比如说在做 剧组导演访谈之前 我都会跟剧组 要这个导演阐述 就是一般在导演场上里 会快速地进入到 这个戏核心的东西 那您在就拍这样一个 题材的作品之前 有没有做一些 什么特别的准备 当然除了场景 演员等等 就从您导演的这个角度 有 因为这个剧 它涉及到很多的 特效的制作 还有一些 比较新颖的一些 美学的体系 所以在面对这次 跟林登青老师 还有赵玲老师合作的时候 我大概就做了一个 500多页的PPT 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都放进去了 然后跟两位老师 见面的时候 我就迅速地可以展示出来 这样为了 就是真的 真的 500页PPT讲了多久 反正那天是 我们在北京 吃了一次饭 反正饭也没吃明白 一直在他那儿 在看 捧那个电脑 我就一直看 很用心 很用心 对 也很有诚意 要心 这个东西做出来 你真的很打动演员 因为说明导演 已经在开拍之前 把自己想要的东西 都已经完成 准备好了 剩下的精彩 就等着演员给了 是吧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就这么一部用心之作 而且时隔多年 赵丽颖和林登青的 再度联媚 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超级的期待 看看喜剧校将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 还是我们的 规定动作 请两位用一句话 来写下对本剧的推荐 请两点签着名字 这是我们在 本次大剧看总台活动当中 给观众设置的 一个进群邀请函 但是我觉得林克星 这么多年的状态 保持得也特别好 我觉得林克星 瘦了很多 因为我们 他不是一直都很瘦吗 他瘦了很多 而且 你有胖的时候吗 去年我们 打球那会儿 对 一起打过球 那时候你比现在胖 一点点吧 胖也不会胖到哪儿 那林克星 常在朋友圈分享 他奔跑五公里的 是吗 日常生活日常 很多东西 是我们观众看不到的 为了角色 来吧 分享一下 你今天写的什么话 想的是 雨凤行一定行 多美话说一遍 雨凤行一定行 再加一个什么嘎嘎的 什么多美人总说的 嘎嘎板着 嘉义宏 来 导演 我分享的是 《清洗的东方传奇》 清洗剧感觉的东方传奇 期待与凤行早日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